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8年7月21日许薇出生于古渡西安 因为父母都是教师 他们觉得许薇长大后应该靠近中科院 父母的期望终究是期望 在现实中许薇十分叛逆 还曾因打群架经过派出所 后来许薇爱上了音乐 18岁时 不顾父母反对背着吉他 开始了每月25块钱的走绝演出生活 去过福建 到过广州 路过湖南 溜过四川 途经大半个中国的他 与班员工人同坐卡车 除了演唱歌曲 还要帮忙搬乐器 拆舞台搭舞台 每天吃一顿饭也是长事 走走停停两年 许薇回到家乡选择当兵 后来听了场催俭演唱会 那颗摇滚棒再次被唤醒 1994年 26岁的许薇独自一人 开启了北漂之旅 后来被签约进政军田镇所在的 红星音乐生产社 田镇用一块钱 卖下执着版圈 火遍大江南北 许薇出版的首张专辑在别处 销量卖出50万张 其中那首两天 还为文学专家 选入中国当代诗歌文学 虽然才华横逸 他却因长相不出众 坐上公司准备的冷板凳 给第二张专辑那一年录音时 许薇诊断出抑郁症 那时候的他除了忙活音乐 还要坚持看心理医生 吃安眠药 为了维持生计 他把自己最爱的电子吉他 拿到典当行卖掉 后来专辑发布 公司却被工商剧注销 精神些许崩溃的许薇 再次回到西安老家 在附近的建议下 他从伦狱读到佛经 后来爬过峨眉山 去过西藏 精神与灵魂受到洗礼后 许薇创作出《蓝莲花》这首歌 2002年 他再次踏上北飙路 签约新公司后 发行了第三张专辑 《时光漫步》 那首《蓝莲花》迅速走红 音乐事业终于迎来春天 后来许薇成为朋友们嘴里的铁哥们 这个说自己有商机建议投资 那个说手里有好楼盘 内不价买完不亏 不到一年 兜里美乎热乎的钱 全进了别人口袋 被朋友们欺骗后 许薇再次陷入抑郁症 与此同时 她突然想通音乐真谛 2009年 许薇消失在大众视野 每天晚上十点睡觉 早上八点起床 听音乐看书成为生活常态 每周还会去低足球爬山 抑郁症这时候得到痊愈 在大多数人眼中 许薇在娱乐圈越来越透明 不像歌手 倒更像音试 高晓松找他唱 生活不知眼前的苟且石 曾这么评价许薇 她是我身边玩音乐的人 里面最干净的一个人 她对音乐太认真 但她认真起来又极其可爱 2013年 许薇重新开启巡演 但没进行任何宣传 她给自己定下的规矩是 不领奖 不做红毯 颁奖礼上只进行表演 当年好声音 还邀请她当导师 许薇以自己不适合 综艺节目违反拒绝 那时候她的生活很简单 在北京西郊都乐国圈 每个星期进次场 只为买几本书吃完米粉 她常跟朋友说 人生三大倍 少年得志 中年失业 万年入花丛 而自己很幸运 这些都没经历过 除了音乐 她最想做的 就是找一个慈善机构当义工 经历了人生百态 世界冷卵 许薇学会与自己和解 也做到了踏破盲鞋 烟雨真平生 你最喜欢许薇的哪首歌曲呢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评论区见 长安CS75 Plus 字幕志愿者 杨态 字幕志愿者 杨态